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香港到中联办去竟然被台湾的陆委会说要把他罚五十万台币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天电视台被说因为报道韩国语的新闻太多 被惩处一百万台币的罚款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 如果没有北京的同意 高雄市长韩国语可以到澳门 可以到香港 可以到深圳 甚至厦门去卖台湾的水果农与产品吗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 中联办事实上就是中央派驻在港澳的直属机构 我在这里要问 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家邀请你到那里去坐坐 你韩国语市长 基礼 他去那里坐坐有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要问 如果连那个都不能坐的话 干脆就不要去算 我在这里再继续问 如果说到中联办就要罚五十万 那请问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专程从北京来到真正 见韩国瑜 我问你 这问题不是更严重吗 因为对台事务最高 的长官就是刘洁一 你韩国瑜见刘洁一 要不要处罚 其实韩国瑜见刘洁一 跟韩国瑜走进国台办的办公室 有什么不一样啊 所以我在这里要讲 人要讲人情意理 就是因为你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人家不跟你打交道 你民进党政府常常在发牢骚 说大陆的官员来 我们想跟他接触 想进方网要跟他们接触 他们老是回避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就我所知 大陆随便一个官员来 民进党都想要制造 有跟他们接触的这种形象 来告诉人家说 他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跟大陆打交道的 但是大陆非常坚决 因为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没什么好谈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讲 韩国瑜到中联办 纯属礼貌性的拜会 你陆委会能够说明 韩国瑜到中联办 有干了什么事情 违背他的职责 或者预约了中央的权限吗 那你在划什么五十万 真是乱七八糟 我们再来看看 中天电视台 说因为播报韩国瑜的新闻太多 竟然被处一百万的罚款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在这里要警告那些NCC的这些委员 你们都还是在大学教书 你们冒冒自己的良心 书读不读啊 莫名其妙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老是在抗议国民党 侵犯新闻自由 你现在对中天所做的处分啊 比国民党干的还可恶 不是只是罚一百万耶 还干涉到内部新闻总监人选耶 相关人员耶 这完全违缓新闻自主啊 把台湾在国际的人权记录啊 大大打折扣你知道吗 我说这些啊 NCC的委员 做出这么样糊涂 违反人权的这种裁决 将来是逃不够历史的审判的 我在这里要真的跟大家讲 媒体向来被认为是第四权耶 我们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啊 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什么 有行政权 有立法权 有司法权 还有个第四权 就是媒体啊 媒体 要让他能够充分 自由 发挥监督工权力的作用 我在这里要问民进党啊 请问 像什么民进党啊 像什么三权整天抱抱那些 通通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你怎么不处分他呀 这么明显违法违宪的事 你不去处分他 反而针对中天 来开个一百万的罚款 哎 请问啊 那干脆啊 就取消媒体好了嘛 你NCC现在 所握着 生杀大权 要不要给许可证 就是你在发 我在这里要讲 这些 NCC的委员 不要以为你躲在那里 没人知道 我告诉你 历史的眼睛在盯着你们 你们做这些啊 违反公平正义的处分 将会逃不够历史的 这种啊审判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我是朱高正 我在无色绝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